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翱翔天际 谈古今论道理 今天是7月17号 717好日子 717我们第50场也刚刚好是50场正式直播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赞助商东亚比加70周年的纪念今年 所以好事团团来 希望祝福大家都可以事事顺利开开心心 那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讲题 大家记得点赞分享 第一个讲题就是社团注册局对巫统展延党选 修章申请我的看法 这个课题一直都没有讲到 因为没有机会讲 今天还好 今天挤了一个讲题给他 因为明天社团注册局会正式回应了 所以社团注册局会给出什么答案 还没有人懂 所以很多人问我 包括从一两个礼拜前就一直有人问我 说Hamsa是什么立场 是团注册局会采取什么立场 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 但进入正题之前 我先讲一下背景 背景就是巫统的最高理事会 他们同意通过展延党选 之前已经展延了 现在他们要 之前已经根据党章 党章是允许他们展延 多18个月还是多多少个月 我记得不太清楚 反正展延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他们要进一步修改党章 把党选的期限 不是定在一个时间点的 而是定在大选之后的多少个月 多少个月我忘记了 一年还是六个月了 这些details的东西 大家去新闻自己去找 我也没有特别去看新闻 反正他们要把党选的时间点 定在大选之后就对了 大选迟我们党选就迟 所以可以进一步有更多的空间 不要像之前锁死 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这样子锁死 你一定要举行 所以他们修改了党章通过了 然后就把这个修改党章的决策 决议书提交给社团注册局 然后社团注册局 他们有60天的时间来回复 要通过还是不通过 60天如果他不通过 他们可以上诉 如果还是不通过 他们可以上诉到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还是不通过 那他们可以上诉到法庭 之前斗士党 之前Muda 他们要创党 面对的情况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的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一个是修改党章 一个是创立新政党 所以这个是这个事情的背景 所以60天的期限 其实是他们5月17号提交上去 所以是7月17号 但7月17号不是工作天 所以明天 社团注册局最迟明天 就要给他们答案了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在讲巫统之前 既然讲到社团注册局 我们就先讲一下公正党 公正党在今天 不是今天 昨天拜五的时候 拜五是两天前 今天证实 由塞福丁来证实 公正党已经收到社团注册局 要求提成报告解释 为什么这次党选这么多问题 之前已经说过了 公正党这次的党选一定会中 社团注册局一定会介入 但是社团注册局一定不会马上惩罚 直接惩罚 因为现在惩罚 如果他现在惩罚 他是很笨的 他是给公正党团结 公正党被打压 公正党本来要死了 你去推波助兰 不会给他死 反而会给他活过了 所以社团注册局聪明的话 就是拖着拖着 然后不让你好好运作 不承认你这个领导层 然后要你重选 大家记得吗 之前行动党2012年的党选 就是经过了两次重选 拖了五年才搞定社团注册局的要求 如果社团注册局聪明 他们就会这样子对公正党 这个是我之前在沙劳月直播的时候 我还记得在沙劳月直播的时候 跟Dabokia 还有跟谁喝酒 跟很多铁粉 很多独有喝酒 跟Dabokia 跟慕子里大哥 跟Ken大哥 不是美国那个抽血夹的Ken大哥 两个女人很漂亮的Ken大哥 在喝酒的时候 那天我在沙劳月的时候也有直播 我就讲过了 这次的党选 ROS一定会介入 因为公正党自己开大门 让他进来介入 所以现在成真了 一定会受到ROS的打压 这个是政府运用公权力来打压 最纯熟的一个部分 你们要知道 不要讲 你看社团注册局又玩臭 你知道之前 我刚才提行动党在2012年 被社团注册局要求重选 领导层不被承认 承认 不可以做出重大决定 当时有几个人去投诉 各位数罢了 两三个人去投诉罢了 两三个人去投诉罢了 事情都搞到这样大 拖五年 你知道现在公正党的党选 已经有多少个投诉了吧 1800个投诉 总共只有14万人投票 有1800个投诉 你算一下 比例大概就是1.5% 每100个人投票 有1.5个人来投诉 你说他们的弊病 他们各种各样的争议有多大 从这里就看到 这么多争议 社团注册局不介入 那社团注册局才真的有鬼 所以他介入是正常的 我们不要双重标准 不要什么事都说是被打压 什么是司法不公 什么政治迫害 不要双重标准 你自己党选都搞不好 自己要检讨 不要你自己开大门给人家进来 邀请别人进来 然后你要去赖别人 你自己做错事 你要去赖别人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公正党也会面对社团注册局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巫统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分析过了 不管在Melody 在新生活报 还是我自己的直播 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次 Hamsa是一心想要回去巫统的 有眼之人都知道土团过不了大选这关 任何人都知道 只是他们死机身犯态硬顶 这个结论是我在2020年就已经说了的 慕尤丁唯一可以解套的方法就是解散土团 把土团送去墓碑 然后跟巫统合并 自己因为是首相做巫统的主席 当时我讲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 后来确实爆发巫统承认有人要他 慕尤丁讲也有巫统有邀请我 只是我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所以慕尤丁当时我也分析了 当时这个消息爆出来 我讲中 但是慕尤丁他不愿意接受是他给全力蒙蔽了双眼 他以为他可以用全力迫使巫统屈服于他 很明显他算盘打错了 所以现在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要跟西蒙合作 要跟安华合作 不可能的 我早早就说不可能 你们谈合作是一定死的 所以是不可能成的 你们谈谈谈只会让你们的基本盘 对你们更没有信心罢了 所以公正党跑去跟他谈是很愚蠢的事情 这个也是之前就讲过了 所以回到这个社团注册局 社团注册局的老大就是 就是内政部长 所以我跟大家打包单 是不会做得太绝的 成熟的政治人物都知道 话不要说尽做事不要做绝 所以他现在肯定不想跟巫统领导臣闹翻 同样的沙比利也是抱持一样的看法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巫统大会 沙比利他放软姿态 说其实我很想要大选的 但是大选不是我决定 我会跟五巨头一起开会商讨 我也想大选 我没有一秒想拖延 我会跟五巨头来商讨 同样的道理 沙比利不想跟巫统奔道扬镳 不想把话做绝 真的跟巫统公开开战 跟巫统 因为巫统现在的名利上的主席还是Zahid 他不想 当然他也不会去撤销案件 因为撤销案件就是干预司法 他这样做也是错的 所以但是在大选这个事情上 我讲过很多次了 是巫统党的利益来的 所以他会放软 因为他不想跟巫统奔道扬镳 如果他跟巫统奔道扬镳 那沙比利不是无能 我之前说过他很多次 他是蠢 愚蠢 政治白痴 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沙比利虽然无能 但他没有到蠢的地步 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 中尚 Hamza也是一样 心心念念想要回巫统的人 你认为他敢跟巫统 断绝掉巫统这条路 拒绝巫统的领导 你怎样知道 你之后 沙比利一定可以从长巫统 沙比利一定可以保他回来 不能 他不能 所以最保险的方法 做一个成熟政治人物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 没有原则的政治人物 就是两边下注 多边下注 这个就是为什么 Hamza一直谣传要回巫统 但他还没有回的原因 因为他怕他回了 他没有内政部长做 内政部长是肥缺 你看Zahid现在被告的案件 很多都是跟内政部长的职权有关的 外劳的外包系统 Visa的外包系统 这些 还有内政部引进劳工的这些合同 这些都是Zahid被控的 所以内政部长是最多游水的 还有国防部 都是最多游水的部长 所以Hamza当然不想这么快 就丢掉这个部长职位 但是他也不愿意去得罪巫统 去彻底的得罪巫统 所以他可以做的就是打哈哈 他不可能会完全拒绝 我直接跟大家说 我的分析 我的看法 当然我可能会错 但是我的分析 我的看法是有理由的 按照我的看法 他不会直接拒绝 直接拒绝 就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跟巫统 结下死结 就像你撤销巫统的注册一样 其实老马当年遥传要撤销巫统的注册 纳兹里也这样子讲 老马也有一点这样子的动作 但老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 但我跟你说 除了老马之外 没有人敢做这样子的事情 撤销巫统马来西亚可能大爆乱 很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巫统有300万党员 而且很多党员是中奸中实的支持者 所以老马有放一点动作出来 其实也是撤水闻 老马也知道不能撤销的 所以他没有撤销 他过后用另外一种方式 瓦解巫统 叫你们的人过来 但是老马很多人骂 有人讲我为老马讲话 我有意说 有毒友 那天喝酒有毒友问我说 红律师为什么你好像帮老马讲话 我都没有帮老马讲话 我骂老马是22年的老马 22个月在西蒙底下的老马 我问你他做错什么事值得我们骂 他想来想去想不到我家 你不用想 我帮你想 出席马来尊严大会 对不对 当时华人骂到飞天 讲老马还有种族主义去出席 这个尊严大会 捍卫尊严 但他讲对对对对 我就问回这位大哥 他也是我的铁粉 真的每一期都没错过的 老马出席尊严大会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他去骂马来人了 这个就是老马 他不是看政治利益 他90多岁了 他自己 他还要什么 耳鱼我诈 他有什么就讲什么 这个是我很早就讲的 所以你看他得罪华人 因为他有什么讲什么 他说筷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其实他当时这样子说 我们之前时播有讲过 他是要讲我们跟印尼不一样 印尼的华人是已经endote了 印尼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没有 所以我们不能学印尼一样融合 他不同意马来西亚融合 所以你应该支持他 他用筷子这个例子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说的 所以他直接说的 你看他得罪华人 他也得罪马来人 他直接骂马来人愚蠢 马来人笨 马来人支持贪污领袖 你看他到现在还是这样子讲 所以他不会跟你 他到这个年纪 他到这个地位 他不需要跟你 来装扮 来装 来讨好你 所以这个就是老马 老马在22个月 我在重申 我不认为他有什么 值得我们大骂特骂的地方 你有看Tommy Thomas的书 就知道 最支持Tommy Thomas改革的人 就是老马 就是老马 几乎Tommy Thomas提什么 老马都答应 所以 当然22年的老马 在巫统的老马 我们骂到不要骂了 所以 该骂的骂 不该骂的就不骂 该赞的赞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老马当时 你看他 知道不能撤销巫统注册 因为后果会很严重 他用的方法是 瓦解巫统 叫巫统的人跳槽 但是他有一个底线 跳槽过来的人 全部不能当官 所以 Hamsa Zaynuddin也好 Mask Ameliaty也好 现在的法律部副部长 这些还有 吉兰丹那个 Doc Doc什么我忘记了 吉兰丹很 以前做过 现在的经济部长 突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 很著名的政治人 他们全部都无法当官 这个也是造成他们不满的原因 所以你说老马这个行动 行为该不该赞 我接受你 好过给你在巫统做恶 好过给你在巫统烦我们 但是你过来你不能当官 而且老马是真的有做到这一点 直到西盟政府倒台 老马都没有委任一个巫统跳过来的人做官 好 所以 Hamsa Zaynuddin 我们回到Hamsa Zaynuddin了 讲老马扯远了一下 Hamsa Zaynuddin 他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不想要得罪他的老大 他现在名义上的老大 还是 慕尤丁 然后他也不愿意跟巫统后路完全断绝 我告诉你他们还一直在讲电话 还在称兄道弟的 随时他要回去都可以 只是看几十大选罢了 有多一个实力派的人物 而且他坐拥这么多资源 你要知道大选来临 他还是内政部长 大选如果打三个礼拜 他就是这三个礼拜的内政部长 这三个礼拜可以做多少事情 你懂吗 可以做多少事情 你懂吗 警方的还有这些扣留案件的 内政部长的权力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所以他也会是拉拢的 对象 所以你问我 我不认为他们会拒绝巫统修章的看法 会拒绝这个决定 那他们会怎么做 又不能直接通过 直接通过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利益 对萨比利而言 对哈姆萨而言 对老牧而言 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们不能直接拒绝 那只有两个选择 拒绝或者是通过 但其实还有第三个 底下我会讲到 我的看法是他们应该会通过 但是附加各种各样的条件 来拖延你 他的目的是要拖 会附加什么条件 其实就只有那几个 第一个是 你这一次修改党章 没有retro的effect 就是对支这一届或者是之前届没有效应 因为你们是你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已经过了党选的日期 所以你按照法律上来看 现在的最高理事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拖制决 巫通肯定不会接受 又要重新申请 然后又要提交文件 第二种方式 是我们通过 但是你们在这一段时间 OK 我们给你不用举行选举 但在这一段时间 你不可以assume做大决定 还是一样我刚才说的 你只是看守最高理事会 所以看守最高理事会 是不能够做大决定的 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是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是我通过 但条件是 你们这一届不apply 只能下一届apply 所以等于一半通过一半不通过 但是你们不适用 你们马上要举行当卷 第二个是给你通过 但是你没有 还有你在你的任期三年完成之后 你就只是看守的最高理事会 所以你不能做出重大决定 任何事情 你要回到我们ROS 询问我们ROS的意见 你才可以做出重大决定 所以这是第二个 他可能会设下的条件 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拖 不给你答案 你怎样不给答案呢 法律讲60天已经要给了 很容易的 社团注册只要60天 退回去你这个申请 跟你讲 你这个申请缺少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 少这个人签名 少那个人签名 然后 请你把这些东西补齐了 再提交上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拒绝你 我也没有通过你 是你自己的申请 不完整 所以我退回给你 那退回给你了 你提交上来 我又有60天的时间来决定 要不要接纳 这个是拖自觉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种方法 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会 社团注册局会给的答案应该不出这三个范畴之一了 因为这样子才是 既符合现在政府 沙比里 Hamsa Zainuddin的好处 又不会太得罪巫统 不会把整个僵局弄得太过难看 这样子的情况我认为 第二种情况是比较有可能的 通过但是你们什么事情要回到我们社团注册局 你们只是看守罢了 就是限制了现在领导层的决定的裁决权 所以第三种情况也是蛮有可能的 就是不拒绝不接送 你们申请不完整 我退回给你 你们再来申请过 你们修章的协议再来申请过 少了一些文件 经常都有的 我在很多社团做法律顾问 社团注册局经常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给你答复 期限到了 他确实给你答复 但是他跟你说你申请不完整 我相信大家去过政府部门 申请东西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在政治上也绝对可能会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 关于社团注册局对巫统展员党选的看法 当然一开始也讲到社团注册局 现在要到公正党解释了 有1800个投诉 所以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也花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